大家好,我是Stan 男团ATG在出演Kochella舞台后 在韩网收到了非常高的称赞 作为K-POP男团首个登上Kochella音乐节的ATG 当天在现场乐队的伴奏下 展现了他们的热情与高超的演唱及舞蹈技巧 从而大大提升了他们的知名度和身价 即便在激烈的舞蹈之中 他们的现场表演依然坚定不移 特别是对中主唱重获的高音 表现更是毫无下屁 美国Pilbo的杂志 将ATG在Kochella音乐节第一天的表演评为 当日最佳时刻之一 并赞赏他们的演出 指出ATG作为当天的亚洲表演代表了K-POP 他们十首歌曲的曲目标与舞蹈动作结合得完美无下 另外,ATG对ATG的表演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评论指出 他们将歌曲饶舌汉舞蹈等元素完美融合 从这场精彩的表演中 可以看出他们所投入的巨大努力 ATG未来有可能成为Kochella的头条主演 ATG真的太帅了 他们的舞台表演非常出色 表演十分富有活力 一点都不会让人感到无聊 甚至实力也非常好 ATG真的很厉害 我是偶然看到音乐节目现场直播 才发现他们唱功这么好 后来跟我家爱豆有重叠形成的时候 因为知道他们唱得很好 我还特地收看了他们的舞台 虽然我只听过他们的名字 这次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舞台表演 竟然是这么厉害的组合 让我对他们非常感兴趣 哇真的好厉害 粉丝们一定很幸福吧 主唱们实力这么好 希望他们能够更成功 因为ATG这次在Kochella的舞台 除了实力之外 表演也添加了很多韩国传统元素 所以在韩网的反应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还没有看的人 非常推荐去看一下ATG的舞台 然后希望在这个影片底下 不要提到与内容无关的爱豆们的留言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举拿下一位后 突然消失的十位歌手 这首歌在1996年2月的第一和第二周 登上了音乐排行榜的一位候补 但在回归后的第二天 金森杰就突然离世了 虽然金森杰以男团Juice获得了巨大成功 但是以Solo发表的歌曲 登上了本次的排名内 演员金森杰的单曲 这首歌当时非常火爆 进入了音乐节目的前十位 作为作曲家 球局漫留下了许多热门歌曲 但作为歌手 他只发行了包括这首歌在内的两张专辑 2008年 伊森杰翻唱了这首歌而引起了话题 男团Eagle5出身的Tenny 在团体减散后改名为Ritchie 发行了他首个solo出道曲 这首歌在音乐节目中拿下了一位 并由歌神张学友以礼物歌名翻唱了 一级 2005年播放的韩剧 Krager Trun Yang的OST 当时长期登上了音乐排行榜的前排 收到了很高的人气 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 仍然是韩国KTV最爱唱的歌曲之一 是名副其实的超红神曲 也是一级唯一的人气歌曲 Cha Su Gung Yong Song Mutt 2009年韩剧 A N A Yook The VST 当时红电航空的这首歌 虽然现在已经都过了十多年 但仍然有很多人使用 作为背景音乐使用 Team X Paradise Paradise是韩版花样男子的主题曲 由在剧中饰演F4之一的演员 金君所属的团体Team X演唱 Team X是2007年出道的三人组合男团 但并没有吸引太多关注 在2021年正式解散 Crayon P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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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a这首歌在2013年 横扫韩国音乐榜 在音乐节目登上一位 年末夺得了13个多的新人奖 甚至在海外也广受关注 与Lady Gaga共同演出等大获成功 单音之后发表的歌曲 也是未能摆脱B级风格 并且由于发布时间 与Seoto事件重合 因此后续歌曲 在短暂上升至2、3名后 便迅速失败 取得了令人失望的成绩 直到出道5年后 才放弃古怪概念 发行了正常的正规专辑 但反应依然不佳 Crayon Pop 渐渐等被大众遗忘了 这首歌在公开5天后 就在美轮音乐榜登上了一位 并在Music Bank达到第4名 但是因为歌词引发了 歧视女性争议 最终这首歌被标记为 归宁在公共场所播放的歌曲 这首与IU合唱的歌曲 直到现在 每当春天来临 也都会进入音源排行榜 成为了季节性的热门歌曲 据说IU参与这首歌的原因是 HIFO的一名成员和IU 在列弃城时期就是好朋友 但除了这首歌之外 HIFO未能维持其上升势头 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最终走向解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